我上次講的就是大陸的共產黨內部 建筆奴章 裡面實際是很緊張 我都沒見過這麼緊張的情況 簡直是那個鬥爭 你知道我經常都講共產黨永遠都不會停止奪權鬥爭 所以不斷有這樣的鬥爭 現在就直接是公開鬥了 直接不理全世界的人怎麼看 不理外人怎麼看 直接是大家公開在這裡 共產黨就是這樣 你看看毛澤東和劉小麒那種鬥爭 直接拿他的命 直接公共务劉小麒在7000人會議那裡 就說共產黨 接著毛澤東就直接拿一幫人 反對派全部都抓 出資一個都沒有折斷 鬥爭他們差不多家破人亡 真的是家破人亡 現在出了什麼線呢? 我大概講講的形勢 美國又結在裡面 不是結在裡面 美國參與在裡面 就是等於他們拉下特朗普的時候 中共是參與後面的 中共就買了那間電票公司 電票機公司 是不是? 那套軟件後面掃了很多手腳的 當然了 現在拜登的那一根掃握著 兩個國會 兩院和白宮都是民主黨的 他們一根掃握著 是不是? 那個所謂競選那裡的所有問題都掃握著 不過這些東西是遲早將來漏出來的 講回中國的問題 大家都清楚了 江澤民當然年紀很大 但是江澤民的管家 江澤民1989年路上來之後 那時候江澤民的恩師叫做汪道涵 這個人呢 我們家裡就挺熟悉的 江澤民說到涵呢 就是 就和我 他們是交通大學的 這幫人都是交通大學的 那就是 我的遠親來的了 就是我的媽媽的叔叔 我媽媽的叔叔那時候在南京就做交通部長 那時候國民黨政府 那時候就有一個助手 有一個女助手 是交通大學的校花來的 就去了美國留學 去應該是Universal Michigan留學 然後回來 就是回歸了 是不是? 回來了之後呢 就做了我媽媽的叔叔 就是我所謂叫做叔公 是不是? 我叔公的秘書 那這個女人呢 就是交通大學就很有名的 而且家裡是上海那個叫做青園 不是青園 青什麼呢? 就是近上海附近 現在差不多是上一部分的了 那是那裡的大地主來的 那女孩子當然漂亮了 當然了 那什麼呢? 誰知道和我那個叔公好了 還生了一個弟弟 還生了一個弟弟 而我叔公呢 就是沒有弟弟的 他當然是有老婆 但是沒有弟弟的 那一出之呢 他那時候49年了 那我叔公就走了來香港 走了來香港 他看到 知道形勢不妥了 他去北方 因為他做交通的嘛 他去到北方一看 哇 這樣殺地主法 就是什麼罪都沒有 那個犯就殺地主 那他一看不對勁就立刻就去 但是就去香港 那個女孩子就不肯跟他 他說呢 我家裡有很多錢 我又不是養不起那個弟弟 是吧? 就說我又有學問 就是那種自尊心 就是想著沒有理由跟那個人去 我去香港做演員的嘛 是吧? 那就不用了 那這段愛情呢 就是悲劇啦 留在上海 那我就我的叔公就留了一篇樓給他 那篇樓 那篇樓是很古的 以前的教會 在上海教會那些樓就很洋化的 那時候已經有什麼 最 當時最現代的面子 那為什麼我拉起這件事情呢? 這個女人就是汪道行追求的女人 對她好得不得了 當然沒有追求成功了 但是你知道男人的事情 曾經追求過的女人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變成她就一直照顧那個兒子 那個女人和我叔公生兒子 一直照顧她 所以她是差不多和我家 關係好得不得了的 所以我們很清楚整個江澤民 江澤民怎麼樣給李先嚴選她做繼承 就是那個時候做書記 舉薦她去鄧小平 鄧小平就陰典她做書記 就是接班人 那這個過程我很清楚的 但是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我現在講到江澤民 就是曾慶紅 就是汪道行給介紹給江澤民用的 這個是大內總監 這個是江家的大內總監 大家一直都以為沒有怎麼看 沒有怎麼注意江澤民那個人 這個人呢 有很多人看不起他 因為他本身他父親都是以前是那個 南京的魏政府在那裡成長的 他讀書都在南京那裡讀 那時候叫汪美 就是他那個 是他那裡在那裡 所以他們看不起他 就是他不是紅二代來的 不是根正苗紅那一隻來的 這樣呢 但是實際是江澤民 他真的不僅是蚊星發大財 他蚊星控制了全中國的那個所謂官員 想想1989年就傳給他了 一直到1990年30年 之後習近平才開始推翻他那個 整個架構溫 基本上就是盛計他下去的 他那時候胡錦濤上來 江澤民死都不肯走 還是軍委主席的 很大拳的嘛 那胡錦濤就劫著美巴做人 所以大家也看不起他 但是當他劫著美巴做人的時候 江澤民透過曾慶紅 就控制了整個官場 整個官場 全中國的官場 那麽上海當然不用說那些 上海是他的後院來的 根本就是控制到那個程度 你無可想像 那老實講就是 就是習近平是他們的恩典 就是他們兩個人的恩典 那想著暫時給他做一下 這傢伙都是能力媽媽 那想著做一下就換了他 那打到一家就五年 那這個曾慶紅呢 就是當他提拔習近平來成計 成計胡錦濤就是曾慶紅 那他們當然就是朱鎔基 就是他們一派了 朱鎔基是江澤民做書記的時候 那時候他做什麼的 他做總理嘛 那時候李鵬做了一屆 接著到朱鎔基做 就是這樣傳下去的 這件事情現在那個派系就分得很清楚的 王岐山基本上是走 根本上是朱鎔基那條線的 他的岳父 他老婆的老爸就是柔依林 柔依林就是成計了朱鎔基 然後朱鎔基再拿這個權 就是所謂那個管經濟的權 一直這樣帶下來 實際就跟那個王岐山是非常之有關係的 就是那條線就這樣下來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整個問題 王岐山全中國跟美國接觸最多的 就是王岐山 記住這件事情 他在後面 但是他跟美國是接觸最深的 那些楊潔篪那些是沒有什麼背景的 只不過是外交部 但是真是又有背景 又跟美國真是做大生意的 就是王岐山 這個很厲害 那現在變了呢 現在這段時間就變了那件事 就是曾經講的那件事 肯定的時候群 Penn 這個人們不必去遷害 我覺得這個 這個人和美國政府一樣 是皆然後如果大家都講 他就對ob colonies 這個女兒就是跟著王岐山貼的 那個雜誌叫財新 財新是很出名的 基本上現在報恆生指數的 原本恆生指數 當然是恆生銀行 後來就賣了給他 實際上報的指數是財新 這個控制也不簡單 但是現在是財新是財新的 指數如果有緊急的時候 都要聽共產黨的話 GDP有些數字 共產黨有需要的時候 喜歡什麼數字是什麼數字 所以你說共產黨它不會容許那個恆生指數 給恆生銀行控制的 當然要自己控制的 這個財新就控制恆生指數了 今時今日 當然它沒有必要當然不會造假 但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造假 現在最近你也看到了 財新就開始直接罵 習近平說它是豬頭餅 它根本就是直接這樣侮辱它 就是說這個已經變成白熱化了 就是那個王岐山和習近平已經白熱化了 這個很嚴重的 非常之嚴重的 白熱化就是說大家都沒有遮蓋了 沒有遮蓋的了 直接差不多是對著的 所以你看到10月1號那個國慶節 我可以這樣說 整班常委都是受習近平的監視 一向都是這樣的 那幫常委呢 作為常委和作為政治局的會員 你家裡的工人 醫生 司機 助理 什麼都是配給你的 從哪裏配呢 就是那個所謂 以前我們叫做8341 現在再改名了 叫中央 差不多中央 管中南海那些 用那些清朝的說話 就是近衛 就是什麼都有人配的 所以那時候周恩來已經是 實際上不是很大的事情 是那些叫做什麼 應該是前列是岩的 不是說什麼 因為那些中共在的看著 這個就是中央和那些人 議員 之前是滲在那裡 那個人的那個 你們看著甚麼 黨和那些人 你在那裡想加拿到的 那就是在那裡 所以這個大了 那就很久很久了 中共在那裡找那個朋友 我慢慢走回去你就知道了 那種慘化 你都不知道 連爸爸都不讓他見了 爸爸想問問他到底你在那邊講了些什麼 你認了些什麼 不讓他見了 立刻坐在飛機上就已經開始審 審到他回到隔離了 所以妹妹就寫信出來 哇 基本上妹妹寫得不那麼老骨 基本上就說他被中共隔離了 說回到現在的鬥爭的形勢 就是習近平要殺所有的權 要殺所有的權 就是我們以前都沒有想 很多事情都沒有想的 以為習近平拿了權 實際上他不是那麼大權 軍隊 公安你看到 那些人真的對他忠心呢? 就非常之吃問題了 就是表面上是他管的 但是真是拉起人上來 真是動起手來 你管得到 所以你看看多嚴重 軍隊都是這樣 原來軍隊都是這樣 就是表面上他是在那裡援將軍什麼的 一到下面 那些人真的對他忠心呢? 就非常之吃問題了 尤其是他們的軍人看到他這樣 在跟美國這樣都吵架 就是根本是戰狼式的吵架 那些軍人很生氣的嘛 大哥 我按我的命 你那些人就貪口爽 幾個個個個個個搞到美國 現在直接這樣 直接這樣 真是四面八方的包圍著中共 包括日本、紐洲 每個人都在那裡幫忙 包圍著中共 那些軍人老老實實說 他對自己的命都有價值的嘛 那些人根本是對習近平非常之不滿意 那軍人當然不能出聲了 所以正式要打起來 現在他們說他正式控制 只不過是向東邊的那個軍區 以前那些南極軍區 其它那些北邊西邊的那些 基本上完全是 他完全控制不了 你知道那個團隊很小的嘛 是吧? 你要控制 你想想人家江澤民說 89年 即是90年代 差不多近近二、三十年了 二、三十年控制了 你怎麼能跟他比呢? 人家根深蒂固 一直去到他說 由一個廳長級 一個廳長級 就是地方的廳長級 都是由他們江家講了才算的 所以就是這件事 現在白意化了 習就不害命了 你只看到香港就是了 香港呢 韓政管的應該 就是這過去兩年 管得不管得搞出送中的兩個大示威 然後呢 逼著收回 收回是很大件事的嘛 這個是韓政管的 這個權力 說就說我站在後面 但是這個是韓政 我現在他對他 要不管代表 然後他自己來 叫做抗派過去 他自己來 派中聯辦的港澳辦 陸衛寧 什麼的 派他們自己的人來管 但是管了 多少呢? 現在只不過是左部而已 你看看整個經濟問題 香港經濟局實在 不是很多東西看的 嚇人家說地產就叫你拿回地產出來 正在改規矩 但實際上還沒有滲透下來 香港它是多少呢? 我一做一做 不好意思說都亂做了 但是總結來說 現在王岐山和美國 就是說美國很長層 美國裏面都有分的 是誰負責王岐山的 在那裡插犯 就是要趕走習近平 這個是絕對的 那個善意是誰呢? 這個善意是誰呢? 就是John Kerry 我一直都有說 John Kerry第一次來到上海 他們找一輛麵包車裝他去了東郊賓館 東郊賓館不是港版的 不是港版的 他那裡見了誰 說了沒有人知道 絕對是秘密 在那裡 他和北京開電話會議 就是視頻會議 有個好笑的 有什麼理由去到上海 有什麼理由去到上海 還和北京開視頻會議? 那你要開視頻會議 你不用去上海 在美國開這裡就開了 他們上海有目的的 就是他們在那裡插運 怎樣趕走習近平 那麼呢 你們看John Kerry那個善意 你就明白了 他就是環保大使來的 就是美國的環保大使 他們借用環保的名義來讓John Kerry 兩次 一次在上海 一次在天津 就和他們在暗中 這些事情不可以 其他一定要大家面對面的 或者找絕對安全的地方談的 就是公園 在花園 在那些地方 身外都不行的 那就是要 看著陰國的環保 中央的環保 中央的環保 另外 到後, 能採取了 我們現在的環保 中央的地方 但是我沒有人留在那裡 但是美國的環保 他還可以收到 當初,美國的環保 他真的受不了 就是我們每一道理 但也沒有人留在那裡 就是 當初,美國人一定有很多 所以,我這麼教授 就是 現在日本人 一直下命令 減排 煤礦的安全問題 直接減低煤的 你發電 減低煤發電 很多不合規格的煤礦 安全問題或者會議問題全部都散了 所以這次煤搞得這麼嚴重 實際上那裡 習近平想用這招 這個污染 他可以克服 他那套制度和個人的權勢 可以克服這個環保問題 他即是會引到他去推廣環保問題 後果就麻煩了 現在看到停電問題了 而且外貿是誰管的 說要買煤 外貿是誰管的 又不是習近平 習近平那邊的人 他不懂管 不懂經營 外貿是要講技術的 跟人談判 跟人講價 這些跟人國家要激 這些是他不行的 這些是他讀書讀的笑 還有這些是粗人 就是北方的粗人 他們是不懂的 所以外貿 又是留在他們所謂的反對派的手裡面 外貿 外匯 這個是銀行 金融 又不懂管 你看到很多東西他都不行的 出去買煤 為什麼煤會這樣起價 那裡當然有問題了 不是這樣 自然也不可能起兩倍這麼快的 聲音裡面 又是在一起搞他 逼他搞 那這件事呢 這個絕對是在一起的 就是說 就是整股它 我們叫他趁你主要環保 趁你關了很多煤礦 製造一個這樣的甜點 跟澳洲吵架 吵架是不是他們 是不是他們所謂的 用總括來說 用上海幫都可以 因為說的是上海 真理雄就是江西人 不過基本上都是講了上海話的朋友 他們暫時就要上海幫了 是吧 和歧山就不是上海人 就是早知道他是反對派了 反對派很沉默的過去那幾年了 讓習近平不斷沒有 他們在後面在報警局的 這個局就是以環保 和美國加起來 以環保的名義來搞出這次煤和甜點的東西 這件事都在那裡正在發生的了 不過呢 他們拿它推入把 拿煤的價錢 煤的供應量 整個東西是他們搞出來的 所以這件事嚴重到不得了 現在接下來的那個六中全會 我看這裡實肯定就是爆炸的了 就是會有人直接質詢習近平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什麼東西都是 你都是小組組長的 為什麼你會搞成這樣 就是用這件事來質詢它 就是很認的嘛 停電法 對國家的經濟 對你的外匯 對人民的生計 而且搞成這麼多人失業 一堆就在這個六中全會 我看就要爆發了 這次要爆發 還有一件事 你們有沒有留意 最近美國邀請習近平 應該是在他這個稻 quo了什麼的 叫什麼美國這些名字 談判娛 一件事而不是考慮的倒楊的透露 其實那個琴 Pierce 以為F seni 蘇萊文就是國家安全顧問開會 美國也在引他出來開會 習近平也是你知道的 過去的六百年 不肯出沒 就怕政變 這些政變你不要小看 當日趙紫陽去一去北韓 北朝鮮 那些人已經準備好了 那時候已經沒有權力 趙紫陽回到來 他是書記來的 他去北朝鮮回到來 發現自己沒有權力 已經被李鵬報局了 那時候報局就是準備鎮壓天安明事件 你記不記得還有萬里 萬里是人大局的 人大局的 他們是人大局長 是人大局長 人大根據道理來說 人大實際權力很大 一個國家的主要 中國按照憲法 主要的權力是人大的 不是你什麼總理 就是那些完全沒有關係 就是主要的權力 是因為人民嘛 人民共和國 人民就是人大嘛 所以人大的頭 實際的權力是很大很大的 它代表人民 就叫你去旅行 旅行員就不讓你返北京 所以這些這樣的事情 這個這樣的事情 我就 幾件事加起來 我就說 這個是一種想搞走 想一個政變 現在那幫炸雜的反對派 在那裡進行的政變 那些政變 還想引他出去 直接找拜登打電話 跟他說90分鐘 就是想引他在歐洲開會 那以他的虛榮心 他都是想的嘛 我們中國是最大的 我們是最有能力克服那個環保 他就是要引他去 去歐洲開會 那去了開會 你隨時在家裡雞籠造反 隨時什麼都可以做的了 是吧 你說軍隊那時候聽誰說的 你人在外面 所以現在呢 我看到 我看到美國在那裡千方百計 在那裡引他 就是引他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吊虎尼山 那個題目 吊虎尼山 就想吊他出來 用這個最少代價的辦法 來趕走他 最和平的辦法 趁你出去就不讓你回來 那大家都是看全世界這些東西 就很多的 很多這種的政變 趁你走了就不讓你回來 那你記得那時候 柬埔寨的那時候回落都是啦 回落了 咖啡機也不讓你降落 這些做法就很多的 而且你走了兩三天 他已經做到事了 是吧 你不在那時候 軍隊就可以 就夠膽了嘛 直撤就拿著機場都不讓你降落 那你變成他們夠膽 但是你在那時候他們不知道 不知道你可以指揮到 可以動員到什麼力量來增壓 所以我就覺得 美國就在那裡洗熱招 是引他出動 引蛇出動 那現在這件事 現在已經白熱化了 我不是說什麼秘密 大家看到的實物 這機日日力越來越重 你看到那個花樣年華都是啦 是吧 這個很明顯就是 不幫他 等他破產 花樣年華遮了很多外債 全部是抗資債來的 那些他欠人那些 要外匯回的 這樣就不可能 但是幫不幫到他呢 如果真的要幫他就幫到的 那當然是習近平要不給人幫了 是吧 就是整件事呢 就是針對曾慶紅、孟建柱 就是我們現在的公安系統 就是整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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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他在那裡 就是整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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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那裡 就是整件事 那些事 就是整件事 之後就傳染了萬建柱 那還是想 莊永康也是想去幫人 萬建柱當然是的 萬建柱是家臣來的 是江家的家臣 萬建柱我告訴你什麼 去到什麼程度呢? 這個是我理由認識的 去到什麼程度呢? 那時候你記不記得江澤民不是說 華傳他死了嗎? 他真是病 那萬建柱好像不知道 整個幾天幾夜就直接坐在醫院的門口 那個病房的門口 一直坐 所以就得到江家對他這個人真是心心 直接就這樣坐 24小時就這樣坐在那裡 那你說呢? 那這些就是中國人休息這套東西的 就是看到我這麼忠心的 我就要用你的 然後就找他截敵了周永康的那個位置 這個人也是 就是那些拳 就是很… 這個人就是又是那個拳 因為他剛才我剛才開頭 我叔公 他是我叔公的學生來的 那時候我叔公呢 汪杜涵找他去上海教的那些人呢 那些酒店管理的那時候 就去辦了 在上海辦了一個課程 專門是那些叫做酒店管理的 那時候那些比較有前途的 就是我講的差不多應該是八零年代 七零年代八零年代那時候 那時候有一幫年輕的那幫幹部 最少有那幫幹部 就順便去鍛鍊 去學一下一些東西 那他馬建柱是其中一個人 這個人就承繼了周永康之後 周永康就是以前的公建法那個頭 還是在上海那裡的 但是那時候習近平就說 以後管公建法的人 就不應該進來政治局了 那就 馬建柱就沒有進到上海 但是那個權 所謂公建法的權還在他手裡面 全中國 你說多厲害 所以這個問題 他就是孫立軍的博士 孫立軍就是孫立軍的孫立軍的老婆 就生了腦癌 腦癌 就是腦癌 腦是很難開的 之後美國有這種側子到就可以去開 就是Luma Linda 在那個LA的路 一直去拉斯維加斯那條路那裡 Luma Linda 那裡是發明了 可以把質子倒進去 那些質子進去就不會破壞 你腦的其它部份 你那些普通的電療、化療 一堆一堆一堆 整個腦壁破壞了 孫立軍就陪馬建柱的老婆去過那裡 醫好了 變成整個中國的空洞了 腦瘤 腦瘤都可以治的 以前腦瘤就沒得治的 就是看你到一定的地方 你就差不多完結了 他就醫好了他的老婆 就做了 他原本都不是警察 學醫的 這些人在那裡 就做了孫建柱的秘書 接著孫建柱就上上去 在周永康的位置之後 他就變成了公安副部長了 而且管那些是最機要的 魯一寧被迫害法輪功 他舉辦其中一個部門 所有監控、監聽、偷聽 所有領導人偷聽 都是他的部門 他那個偷聽是規定的 你今天譬如有一個 有一個派一個領導人來香港 或者來自然的 他一定要聽完你所有的事情 沒得談的 他一定要監聽的 這個是規矩來的 就是所有的官員 在離開北京去到外省 或者來香港 他們的通訊 是有一個有系統性的 合法的透明系統 讓你做這個位置就不得了了 你知道了所有的領導 那些有的說話 他就負責這件事就是孫力軍 那說到最後呢 現在這場鬥爭、內鬥 就是現在一路到六中全會 一路到二十大會越演越烈 這個就很嚴重的事情了 那些人一鬥就拿中國的經濟就不管了 現在的信仰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一個對的 那些人的經濟都不得了 因為它是但在八千年來的 然後到八千年來的 那些人的經濟都不得了 那些人的經濟都不得了 不是 因為那些人的經濟都不得了 那些人的經濟都不得了 那些人的經濟都不得了 等於當日毛澤東推過大躍進 人民公社這樣 死了最少死了四千多萬人 餓死了 實際是什麼? 實際是糧倉裡面堆掉了那些糧 但是沒有人敢放那些糧給人民吃 那些人民有沒有武器 又不可以搶 就這樣餓死了幾千萬人 不是說管理不蝕 不是這樣的事 根本就下了死命令 他不開糧倉就沒有東西吃了 而且那些人就要聽上面話的 上面話叫他不開 他就不開了 他將來有沒有升級 有沒有炒油 就是上面話了算 上面沒有叫你開糧倉 你怎麼可以去開糧倉 就這樣 那些人完全是沒有 已經是那些共產黨的觀察這樣 就是現在香港這樣 叫你拘捕就是拘捕 你根本就不容許自己決定這個人有沒有做錯 應不應該拘捕 完全不應該說這些東西的 你問都沒權問 問一問就馬上死了 以後你玩完了 所以那時候真的餓死了 不是說真的沒有糧 是有糧 被他蒸了 因為那些人報大數 我有茂地 可以出多少多少糧 哎呀 好啊 好啊 今天上交了 上交了 上交了 他就放在國家的糧倉裡面了 誰知道那些人說謊 真的沒有東西留下了 就是我們以前說什麼 吃菊種就是這樣 就是原本那些種是用來播種的 給他們吃了 吃了就沒有了 就沒得再生了 就是這樣餓死的了 那一兩個 一季就玩完了 你吃了一些菊種 應該 春天應該 應該那些菊種應該用來播種的時候 你已經吃虧了 那就沒有了 那一到秋天 冬天你就餓死了 就是這樣餓死了 那他那些糧呢 你就交了給他 他還在糧倉裡面 就是那種這樣的 真的離譜了 那現在就進入這個 所謂不顧人民生死的這樣的局面 所以什麼東西都可以發生的 大家老實說 我們香港什麼東西都可以發生的 因為他們一鬥起來 就是叫collateral damage 就是負帶的破壞 就是他們兩個人在打的時候 你是無辜的破壞 你站在旁觀 你就無辜的股票破壞 所以香港現在真的是非常 沒人說得清 你看現在的股票 現在股票上升了 這麼跌 那恆大跟我們關係 沒什麼關係 我們只不過是買股票 最多就是一隻跌 就拉倒了這個市 拉倒了很多其他外國的市 那這個炒煤 那個炒煤 那個煤價 那個煤價不只是中國買貴煤 整個全世界都買貴煤 那又是通貨膨脹了 幾倍啊 全運有幾倍啊 各樣的都漲價 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了 我老實說 真的大家就是 那些錢就算你不肯離開香港 那些錢換了美金放在外面 有什麼事 現在真是流亂了 這個真是世界大亂 它真是什麼都做得出的 它真是到了它絕望的時候 它真是和台灣撐一撐 然後來團結它所佩的軍隊 下面的人都不出奇的 明知輸它都可以這樣做 就是挺而走險 它這些東西 背水一戰什麼都可以出的 就是現在為了生存 它們這種的鬥爭不是爭權的 實際是為了生存的 所以我就覺得大家應該有這樣的看法 就是大家只是看到它每天發生的事情不夠 一定要知道後面發生什麼 鬥到根本是用一條命來鬥 王岐山已經過去 他的海航 他搞海航倒了 就是特朗普 就叫郭文貴去查海航 郭文貴查了海航 發現那幾個董事 那一個古董 就是最大的古董是這個孩子來的 為什麼只有30歲啊呀 這麼年輕的 那有一個農民的 就開始懷疑 公開了爆料 郭文貴叫做爆料 為什麼這幾個股東到底是誰 原本海航就想著很碰 為什麼碰呢? 那時候王岐山負責中紀紀律那幾人 就是負責抓那幫貪官 一抓到那個貪官就懷疑了 那貪官國內的錢就全部拿出來了 人民幣 那些就入國庫了 那海外的錢呢 他又懷疑你 是啊 譬如我在瑞士銀行有多少多少 他就懷疑你 走不掉的 他什麼都可以的 他迫打都可以的 那我就出來問 我去到市戶口有這麼多錢 行啊 你就改了你的簽名 他那裡中幾些人 改了他們的簽名 那那筆錢呢 在外國的那筆錢就遞了 被人提走了 去了哪裡啊? 去了海航 那時候為什麼海航突然發得不清不楚呢? 出來亂買東西 香港你看到在啟德國那裡投地 那兩三幅地 那些價錢都離開了大譜的 他自己和自己一聲跳上去 等你免費時間和你投 那些錢就是很多很多 差不多全部的 有些合法的 非法的 在外國的 銀行的錢 給它一下子全部 全部給了海航 那海航呢 見到有這些錢好像不斷地拼命收購 收購到過了 想著就上市 上了市之後就可以還債 那時候銀行呢 沒有一家銀行 夠膽不借錢給海航 因為大家都知道是王岐山的嘛 是吧? 中紀 你不借給它 它來查一查你 你查一查你 個個都死的嘛 所以那時候海航 為什麼風生水氣呢? 亂收購 亂全世界收購 合併 連德州銀行 第二支銀行 它有10%的股份 你會說話嗎? 真的那種風生水氣法 過去差不多幾十年前 差不多是四、五年前了 誰知道呢 習近平叫傅政華 叫博文貴查 查 而且查我 那博文貴就開始跟全世界說 到底他那幾個大股東是誰 一查 那幾個年輕人來的 就是他們家族後裏面的 在海外的私生子 現在參 guide 一查就開始 這幾個大股東是誰 那是誰 連德州銀行大股東是誰 它既然的 人的時代 但是你沒有大股東是誰 結果應該是誰 其實在港 台北市 那很多這些在港 台北市會是誰 如果在港 台北市 南韓市會是誰 它是那個大股東是誰 他們在港 台北市 在國內 習近平又說要查 整個開航就想錯了 開航就想錯了 兩個人在鬥 實際上在鬥法的 王岐山和習近平在鬥法 你一邊幫他 一邊就要控制你 不讓你作弹 要控制你 所以他們那種這樣的鬥 真是寫十本書都寫不完 所以習近平又要用王岐山 來反彈你對付他的所謂的政敵 又要控制王岐山 又不讓他作弹 所以搞出這次海航基本上是破了殘 然後海南島拿他接了回去 現在是面目全非 作為一個地方的企業 海航的下場 那時候那些飛機有靈 全部是新飛機 全部美國的幾艘航線都是他的 這個就是王岐山的什麼 現在抓了那個董事長陳峰 他有很多東西會嘔出來的 會透露很多真東西出來 就會講到另外那個董事長王健是怎樣死的 這些又是 抓了陳峰 當然是習不足 抓了他之後就沒有他了 以前做的問題的問題就叫他嘔出來 那用這個東西呢 又是對付王岐山 明白嗎?陳峰就是這樣的理由 這個王健這個死亡呢 大家有些話給他知道 不是很重要的事 我特地去馬賽 租了汽車去那個 去那個教堂 跳下去的教堂 還有他住在酒店 我去那裡專門去了解 挺有意思的 因為這個案子將來是一個大案來的 就是王健被謀殺案 肯定是被謀殺案 不是自殺 誰說是自殺 就是沒有這個問題 要被謀殺 要被人謀殺 要可能會死 假死的 這些就不知道了 將來才講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王岐山和習近平的關係呢 有點像是劉少奇和毛澤東的關係 所以我看 如果王岐山這次 如果輸了 命都沒有 那曾慶紅呢 如果輸了 命都沒有 這個就是 這些鬥全部都是你死我好的 因為他沒有法律的 他沒有所謂權力轉移的法律 他們說了就算了 我看來這次那個惡鬥就厲害了 江家就知道了 江家實際拿他們的財產 他們現在若若莫莫 這幫權貴家族若若莫莫 就差不多拿了20萬億美金 江家差不多佔一半 現在的權力在誰呢 就是江澤民的孫子那裡 就是最近去了新加坡那裡 就是那個人 那個年輕人的身體還挺好的 他爸爸媽媽的 爸爸的時間要換身 換了幾次的身 那就現在在這裡惡鬥 江家的勢力非常之大 大到不得了 華爾街那些 很多都是他的白手套 那個Black Rock 你們都不知道Black 分別種他們有份的 用一些公司 離開公司 那些來控股那樣 軟銀 Softbank Tamarsic 新加坡Tamarsic 香港就 超人 全部幫他們做很多很多事 幫他們代辭很多很多事 所以不是講完的 江家的勢力 他是蚊星發大財 不只是財 蚊星發大的權力 付出語音樂 多危惡 不然 人家正在這個邂行 也許 正在这个邏輯 我們跟我們愛好 別人 在那邊